国民党台中市党部今天公布初选民调结果 现任台东市长胡志强支持率过半 大幅领先党内对手蔡锦龙跟季国栋 国民党台中市党部主委姜世良表示 几乎可以确定国民党将提名胡志强 竞选连任台中市长 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林家荣则希望 胡志强能保持行政中立 打一场公平的选战 上午11点国民党台中市党部公布 台中市长党内初选的民调结果 一号的胡志强同志 得到支持率是50.162 蔡锦龙同志得到的支持率是27.687 三号季国栋得到22.152的支持率 排序分别是第一名的胡志强同志 第二名是蔡锦龙同志 第三名是季国栋同志 我们先进行市党部召开提名审核委员会 那确认名单以后再报中央的中央提名审核会 再完成最后提报中常委的正式来通过核定 现任台中市长胡志强以50.162%的支持率 大幅领先蔡锦龙的27.687 与季国栋的22.152% 对这样的结果胡志强以简短的16字来表达 对于这个初选的结果我觉得是没有意外 但是也不必欣喜 责任兼具力争必胜 继续跟这两位委员联系 希望能够大家构度国民党最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亲自到场聆听结果的蔡锦龙表达权力支持 继续动则是一整天关机不回应 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林嘉龙表示 希望台中市长胡志强被提名后 要秉持行政中立打一场公平的选战 行政不中立甚至用政策绑装 我是呼吁市长 就是说在大选的时候不能够再发声 那我希望这一场台中市长的选举 是一个君子之争 这一次国民党台中市长党内初选 是委托全国意向及点通这两家民调公司 在这个月13号14号进行电话民调 采取的是胡蔡继三人与民进党的林嘉龙 政党对比支持率 以及胡蔡继三人互相比较的党内对比支持率 有效样本数是1089及1081份 不过对于总样本数 民调单位及国民党都拒绝提供 记者王雄赖世杰台中报道